剛才你提及的那位許勝先生 我們是凍結了他和他相關人士 一共是85萬港元的 85萬港元 這筆款項是甚麼情況呢 就是他較早前的時候 他是透過一個眾籌而得到的 其中一部份的錢 我們發現到他有這85萬的錢 涉嫌自己是挪用了 而且是透過自己戶口 和其他人的戶口去處理他的 至於譬如說他有很多訊息出來了 我們又看到又說共結 又說放又說共結 那我不能夠評論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動作 就是要求銀行幫我們 去處理這85萬的 懷疑是被挪用的錢 和他的前途是毫無關係的 一個逃犯我們是不會說 去共結他的錢那些東西 而只是他那批的管項 是可能有兩個情況 第一就是會涉及一些 會涉及一些洗黑錢的罪案 又或者是一些犯罪的得益 在這個情況之下 正如剛才我這樣說法 是和他在眾籌而涉嫌 這個管項是被挪用 擺在自己的戶口 或者是其他人的戶口裏面 而引致我們做共結這個工作的 絕對和他被捕人士 潛途是無關的 其實我們不是針對家人 我都說過不止一次了 其實最重要就是因為 他的錢的流向 是經過這些戶口去處理 這個是屬於一個可疑的戶口 我們警方就需要凍結這些錢 要來作進一步的調查 跟他家人完全沒有關係的 自從這位先生離開了香港之後 他的言行 或者他在面書裡面 或者是在社交媒體裡面 他所說的話 其實已經是足夠了 是乾犯了這個勾結 外國勢力引致國家安全罪 例如我講得可以實際一點的 例如他講 要去聯繫其他一些地方 請求其他一些外國地方 去繼續做某些的動作 又或者他將會說 要跟其他人一起去擴展這個國際線 國際線在他們的語言之中 就是代表了一種 對於我們一種的制裁等等的東西 這件事都是我們覺得 是有一個表面的證據 看得到 他是已經是乾犯了 第29條這個的罪行